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认为股票交易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长期的一个国运 那么长此以往呢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在过去成功的一些投资案例里面 美国的成功案例尤其比较多 那么很多比较传奇的人物呢 都是在美国市场上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我相信呢 这些人如果是投资了其他的股票市场 不会有如此高的一个回报 或者是一个传奇的事件产生 那么像白菲特等大部分的资金还是在美国企业里面 而美国股票市场也是在过去的40年50年时间 非常的给力 连续创出历史新高 因此呢 从长期看西方国家里面 即使美国的经济不好 那么相对于日本和欧洲 那么美国呢 也是要更健康一点 所以我们要时刻关注着 这样一个优质的资本市场 为我们自己的收益呢 添一杯 做一份这个资产配置 那么美国市场有没有比较失误或者失败的案例呢 那么也是有的 在最近本周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家在美国上市的 是中国的企业叫做蔚来汽车 那么蔚来汽车呢 在最近公布财报之后 本周二股票是大幅下跌了26% 从它上市以来呢 到现在短短一年的时间 股价已经是下跌了接近70% 市值呢 缩水差不多是80% 为什么会这么惨淡呢 蔚来汽车是一家 是互联网行业的新兴的电动汽车公司 那么在18年9月12号 它是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线交易 但是呢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 给投资者的信息明显不足 并且最近公布的财报呢 又是继续亏损 它究竟多能亏钱呢 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面 平均每年亏100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和同等的公司相比 美国还有一家叫做特斯拉 同样是做电动汽车的 但是呢 它是15年亏了400亿 但是蔚来汽车4年就亏了400亿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速度呢 让投资者也非常的吃惊 那么目前呢 蔚来汽车在接受中国方面的 政府的一个支持 那么中国北京政府 有可能提供100亿现金的一个投资 直接注入到蔚来汽车的资本里面 可能会救一下它 但是呢 长此以往 如果是蔚来汽车在电池方面和发动机方面 技术一直不达标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最近4月份到5月份 蔚来汽车召回了4800辆汽车 那么因此给集团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本质上来讲 作为一家新兴的汽车公司 它需要经过研发生产 完善等等的一系列的步骤 基本上周期呢都会比较长 但是呢 蔚来汽车是做到了 同拼多多一样的速度上市 三年上市 所以呢 但是在我们看来 拼多多的商业模式是可以在三年内成功 但是一家汽车生产上能够在三年的时间 把所有的系统完善 电池发动机都完善 这是不太现实的 因此呢 资本在某一些程度上 它也是有拔苗助长的这种感觉在 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 发现这种公司的时候呢 一定要谨慎 再谨慎 除此之外呢 特斯拉公司呢 从年初的350美金的股价呢 也是下跌到了差不多200多美金 下跌幅度也是接近了30% 很多机构投资者呢 说特斯拉最终的股价会跌近于零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百分之百靠谱的 但是呢 出现了这种生意 就证明了很多机构呢 对特斯拉为首的这一类行业 电动汽车行业不是那么看好 因为传统的汽车巨头 像戴姆勒集团或者是大众集团 那么他们呢 拥有更成熟的一些技术 并且呢 现在已经是转向混合动力汽车 因此呢 在市场上会给传统的电动汽车 带来更大的冲击 并且呢 现在中国国家的支持 对电动汽车的支持也没有那么高了 那么海外投资者呢 也会发现这种概念 炒了两三年之后 总是在亏损 那么在未来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两类企业呢 是股价会下跌速度最快的 第一类呢 首当其冲就是亏损企业 它本身不创造现金流 第二类呢 就是制造业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大家换车的频率就降低了 所以呢 很不幸的是 特斯拉这两点都占了 那么因此呢 大家如果是在GoMix平台 做空特斯拉股票 也是可以的 那么最近两天呢 我们会发现 除了美国方面啊 股市表现还不错 但是其他方面的股市 尤其是欧洲和香港股市 跌的一塌糊涂 那么澳洲呢 走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过去呢 基本上所有的股票市场 西方的都是相互相辅相成 大家同涨同跌 难兄难弟 但是现在呢 明显的分化 意味着资金呢 在寻找不同的投资标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百分之百 引起注意 那么欧洲呢 我们上周四 也是跟大家讲过了 要做空欧洲 德国的大盘指数 因为德国呢 CPI公布之后 数据实在是太差了 41基本上预示着 未来三到五年 或者是短一点 三到六个月 那么整个经济不会复苏 那么三到五年 因为是负利率 现在呢 欧洲的市场也不容乐观 欧洲央行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呢 欧洲央行的自救 速度有点早 我们虽然说 咱们人生病了 看病要趁早 但是经济不是这样的 经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汇 叫做预期 一旦所有的预期都消失了 都已经成为现实了 大家知道你央行之后 没有其他的方法和手段做调控了 那这个时候 基本上经济就接近于 无法继续调控的一个尾声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啊 这个调控 或者说是预期 本身呢 是一门悬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有一门课 叫做Future and Option Future呢 就是未来Option 就是选择 本来呢 大家以为这是一门哲学课 学一点哲学 Future and Option 但是呢 实际上这是一门金融学 它的翻译过来呢 是期货 与期权 所以呢 金融本身呢 它其实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呢 对于决策者来讲 这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哲学呢 没有百分之百的答案 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参考 所以呢 一旦我们最终的经济 走向了一个连执政者 都无法明确的一个道路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一定要谨慎 再谨慎 并且呢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 就是我们社会行为的 人性的一个释放 那么它是在金融行业的一个表现 是怎么样呢 基本上是先贪婪 我们说这个贪婪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在年初的时候 很明显 股市一路上涨 是因为央行在不停的降息 但是呢 之后大家贪婪过后呢 会怀疑失业率 反而澳洲失业率 还有其他国家失业率都在上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怀疑 有没有问题 再到犹豫 就说我要不要出手 买入新的股票 或者是卖出 为什么呢 因为商店都关门了 摩尔本的奶茶店都开始倒闭了 股市还能不能涨 那么再到诱惑 什么诱惑又是什么呢 就是央行觉得 你不买股票了 股市开始下跌了 那么政治呢 有点不稳定了 尤其是美国特朗普 一直拿股票和证据挂钩 那么央行说了 你不买 我来买 我印钱去买 所以呢 又给大家打了一记 激素 所以呢 我们普通人或者机构 就不再害怕了 又到了最开始的 这个贪婪的 那一个环节 所以呢 周而复始 那么整个金融行业呢 其实呢 就在不停的重复着 人类社会中 已经在过去 发生过很多年 很多次的 这样的一些感性的循环 所以呢 在投资的时候 我们除了理性的分析 也要分析 感性的背后 因为资金的推动 是股价上涨和下跌的 直接原因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不管是大家冷静的做涨 还是看到很多虚高 价值过高的企业 大家去做空 都是可以的 我们支持大家去看涨 也支持大家 用小量的资金去做空 对冲自己的风险 或者是看空整个 不好的行业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 报名参加我们悉尼的活动 视频下方会有报名链接 大家可以输入自己的信息 找到相应的活动简介 以上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